因為狀況是這樣 侯友宜的命大概真的要靠金老師來救 金老師專門就是負責殺人的 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現在有破傷風 因為生鏽 連殺四個人 第一個殺郭台銘 黃劍廷連續兩次國民黨密宗跳出來 說郭台銘跟國民黨密約 表示在幫郭台銘做人格毀滅戰馬 殺第二個人 侯正營內鬥誰搞鬼抓到了 金輔聰出手擺平 這是昨天靜週刊的獨家 裡面說侯正營的內鬼是瑜伽者 以前台北市的演稿會主委 現在新北市的參議 然後說這個人是內鬼 而且很狠喔 把他的照片跟全民都擺出來 過去我們談 我認識瑜伽者 所以我都把孤影其名 可是這次公審瑜伽者 等於是讓瑜伽者在江湖上 不可以再打著侯友宜的旗號 去跟人家去交際 等於社會性死亡殺第二刀 第三刀殺鄭麗雯 金老師直接點名嘛 你鄭麗雯一次可以說是情緒發洩 兩三次不單純還說 考際會已經立案了 這是殺鄭麗雯 第四個殺柯P 對不對 有所謂的叫做教科書 要砍柯文哲 鄭麗雯大哥 你說這四個人 都是有理由 不是亂殺的 金鵬聰出來 當然最重要就是 就是要把侯友宜的民調拉高嘛 自己民調沒辦法拉高 那現在要先殺一下柯文哲 先殺一下郭台銘嘛 他先殺郭台銘 就是先派黃建廷 黃建廷是黨面組長 可是他不怕郭台銘出來 生氣出來參選嗎 這也是他的目標之一吧 如果真的 他的目標不是要整合 是要逼郭台銘出來 現在已經沒辦法整合了 我覺得國民黨 就像一個恐怖情人 本來是希望說 郭台銘能夠留下來 把這郭台銘當做一個 這個重要的國民黨的資產 之前他們 這幾天新聞稿 本來還有寫說 這個郭台銘是 國民黨重要的資產 後來發現說 郭台銘不行啊 一直在搞政變啊 所以他先派黃建廷 國民黨秘書長 以前也是跟 這個郭台銘很熟的人出來嘛 他就說 以前我跟你講好了 三月初的時候 要出選之前 不是先講好就是說 你如果的 Plan A跟Plan B嘛 你如果出選沒有過的話 那你還有這一個立法院 立法院的這個龍頭 立法院的不分區第一名 幫你排第一名 然後對於這個郭台銘來講說 好像還在排到 還在講到說 這個名次要排到哪時候嘛 然後郭台銘就說 我不一定要排到第一名 我也可以排到後面嘛 那為什麼黃建廷 要這樣出來講 就是要跟郭台銘講 就是說你以前有答應我們啦 那你現在要出來反悔 說要出選 要來選總統的話 那你就是這個人格上面有瑕疵嘛 對 所以那個金普聰也是這樣講啊 金普聰上這個 趙少康的節目也是這樣講 四年前郭台銘搞過一次 對啊 搞過一次還太累了 所以說啊四年前郭台銘搞過一次嘛 所以說金普聰叫黃建廷出來 就是要殺一下這個郭台銘 讓他如果要真的要出來參選 他的正當性能受到影響 那要殺瑜伽哲也是 瑜伽哲本來之前是這個 柯文哲的研考會的主委啦 所以其實他應該算有這個柯家軍的背景 然後後來是因為這個跟我們 新北市的這個研考會主委 林峰宇熟啦 然後所以說離開了這個 這個台北市政府之後 來到新北市政府當一個參議 那本來在這個進辦裡面 就是在這個侯友團隊裡面 就有市府派跟進辦派 兩個在對立 兩個在互爭這個主導權 然後所謂市府派就是 像謝政達林峰裕 還有所謂這個 研考會這一派為主的 那研考會這一派為主的就是 林峰裕還有這個瑜伽哲嘛 然後現在呢金普聰發現說 那這個現在市府派 都不聽這個進辦派的話 那因為他現在是這個進辦的執行長 所以要把主導權把它拿回來 所以呢他就應該是透過這個媒體 放這個消息 就是說現在這個市府派裡面呢 有內鬼 那內鬼是誰 就把這個造成 全民耶 有大頭耶 對 這等於讓他社會性死亡耶 殺瑜伽哲 最後是要殺林峰裕 要殺謝政達啦 是 因為瑜伽哲他就是 只是一個 我認為他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他是個參議而已 他可能負責聯絡什麼事情 但是最主要就是要殺這個 市府派的一些銳切 就是說以後 這個在侯友裡面的團隊 就是由我這個進辦的執行長 這個金普聰來主導 然後金普聰很像他要殺鄭 他想殺鄭麗文也是人格摧毀 你就是不分區沒有了嘛 不分區下一屆沒有了啊 所以你再出來再要 要什麼東西嘛 那所以說 殺這個鄭麗文 那也殺這個邱瑞 殺這個蔡正元 可是喔 殺他們這幾個人 其實都蠻大的反作用力的啊 所以你看喔 邱毅啊蔡正元 對於金普聰的回應也很不更近 沒有把你信到啦 對啦 就說我們是老鼠 你才是老鼠啦 什麼爆老鼠也沒有啦 然後殺柯文哲也是 柯文哲最近 這個為了兩件事情道歉 一件就是北流的事情 北流他就是說 這個本來 太監決定 對 他就說什麼太監 然後案指 不管是這個黃玉琳 這個北流董事長是太監 還是說北流這些 市府員工是太監 還是這個 台北市政府公務員是太監 反正他就是案子這個太監就對了 可是這件事情 引起了公務員 那也引起這個北流的這一些 不管是在裡面工作的 一些行政法人這些員工的反彈 那第一個出來殺他的是誰 蔡思平 你說這個也有金老師的影子 蔡思平是現在的文化局局長 其實他出來殺 他這個柯文哲是有道理啦 因為這個行政法人 這個北流中心跟這個文化局 其實是有優勢的往來啦 然後雖然他是獨立的法人 可是這個文化局 算是他的指導單位 所以文化局局長 蔡思平出來殺一下柯文哲 其實是何道理 但是背後呢 其實蔡思平跟金普松的關係 也很好啦 他們是三鐵兄弟 就是裸一個上山跑步游泳的好朋友 他們跟金普松 跟馬英九的關係都很好啦 所以說今天這個其實 蔡思平也不用第一時間就出來殺嘛 還其他人出來 殺得很堅決喔 對 馬上第一時間出來殺 就殺說這個北流的規定就是 你柯文哲定的啊 柯市長決定了嘛 那現在為什麼是柯主席 要打臉這個柯市長 然後現在除了這個蔡思平之外 還有前台北市市政府顧問 陳國軍也去 對 陳國軍 現在也回到這個侯陣營了嘛 對 那他之前在這一個 輔選講萬安有功嘛 那所以說他在這個 台北市政府裡面 其實話罪也堅當 那他雖然現在離開了 可是我覺得離開的人 他其實角色更靈活更彈性 是 未來如果在柯文哲 當了八年的台北市市長 老實講啦 很多秘寶啦 你說陳國軍可以挖挖挖挖挖 把大秘寶挖出來 對啊 很多的秘寶可以挖嘛 所以陳國軍 他如果在這個市政府 當了市政顧問 有時候要調拼減將 還不是說這麼容易或是方便 對 他如果在外面的話 可以遙控 這個反正講萬安現在市長嘛 各局處 對 各局處要什麼資料 以前柯文哲有什麼狗鼻大道的事情 他又去挖 都有啦 所以現在 蔡思平 他是在這個文化局局長裡面 反正就是在講萬安團隊裡面 然後呢陳國軍呢 他現在出來了 可是他現在在這個侯正義裡面 現在未來就是要殺柯 因為殺柯有什麼樣的作用 殺柯至少就是要讓柯文哲民調調嘛 現在這邊有一部民調啦 就美麗島電子報之前公佈的 對 他之前公佈 這樣當然還是賴慶德第一 那柯文哲是第二 侯友也是第三 那現在有一個變化是怎麼樣 如果是西卡都 西卡都出來的時候呢 你看這個當然啦 這個侯友也沒什麼好退了啦 對 17%變15% 然後郭台銘的是15% 那誰降最多 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降最多吧 他本來有大概有28 29 哇 降到只剩20% 對 所以如果西卡都出來的時候 誰這個民調會掉最多 柯文哲會重傷 柯文哲會重傷 對 說我約了兩個月都不出來 然後黃建廷說 明明就有命約 就在逼郭台銘 笑郭台銘不敢出來 對啊 就是說你在激將我嗎 你在侮辱我嗎 好我就是出來給你看 那出來搞不好是 吉普說的記中記 一定是嗎 先出來 先把柯文哲的民調先 掉8% 對 先砍掉柯文哲的民調 因為對於侯友來講 現在要把柯文哲的民調拉下來 自己要拉很難 如果借刀殺人 用郭台銘這把刀去砍一下柯文哲的話 或許可以讓柯文哲民調先降下來 是 真的是 這個我感覺到這個金老師真的是 有風力 可是我請觀點到這邊 可是這個所謂風力 確實啊 他的招數不可能頓 因為他就是很會這樣殺人 對 可是他的力道也沒這麼強 因為以前啦 金老師這個是地下黨主席兼 說一不二 說一不二 可是你說你觀察到 現在很多人對於金老師 都不在心道耶 蔡振元直接寫五點 反向金老師心裡有病 把自己當老鼠耶 沒有金普聰的權威不能被挑戰嘛 八年前不能被挑戰 八年後也不能被挑戰 所以現在所有挑戰金普聰權威的人 金普聰就一個一個點名了嘛 剛剛前一張CG 你們提到了 點名鄭立文 意思是他說 你是無敦義提名的人 然後呢你現在可能講兩次講三次 你是別友居心 對 他講蔡振元講什麼 講說你見縫插身在補喵車彎耶 喵車彎耶 所以蔡振元是這麼好惹的嗎 蔡振元就反擊了 阿嬤你是喵車喔 蔡振元是直接練了五點喔 對 他說你心裡有病 心裡有病很重耶 你心裡有病 把自己當老鼠 好我們認真來分析這幾點齁 第一個 蔡振元講說 金普聰口誤 他那口 蔡振元真的也說 他那口很無聊 很無聊 但是這次是報了 沒有其他彎喔 他說 欸 金普聰你在專訪的時候講說 我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嗆金普聰說 你什麼時候當過 黨主席 你把你自己當什麼 你把你自己當歐拜嗎 當年根條 你當什麼 多兒滾喔 我不知道他講的 他講了幾個古人的名字 總之就是 你什麼時候當過黨主席 嗆他 這句話其實喔 我認為蔡振元不是亂講的 殺人主席 他是要告訴大家說 菅普聰現在把自己當主席 對 殺人主席 這也是在挑動他跟朱立倫的關係 第二個 菅普聰說 邱毅 蔡振元見縫插針 邱毅只是講出客觀事實 蔡振元只是說出更客觀的事實 宇昌案跟蘇嘉全農舍案 也跟金普聰無關 這一句話也是殺人主席喔 這句話講給誰聽 講給國民黨 過去沒有參與到 幾切選戰的年輕世代聽 他告訴他說 你們大家都把金普聰神格化了 以前我們國民黨在打宇昌案 打蘇嘉全農舍的時候 打得嚇嚇叫 打得很厲害 很威 是我們正義兄弟的功勞 跟你金普聰沒關係 跟你金普聰屁事 跟你一點都無關 所以第二個是講 以前國民黨的戰功 不全是你金普聰的 再來第三個 金普聰酸 蔡振元跟邱毅 借機爆妞交彎 那現在蔡振元邱毅兩個在槍迎彈雨中 為國民黨奮戰 而不是馬金 金普聰傷害過的人眾多 因此都會回向給侯友宜 第三點講給誰聽 講給侯友宜聽 侯友宜 你現在這麼授權給金普聰 但是他以前得罪過很多人 恩怨怨都會回到你這邊 你現在讓金普聰殺我邱毅 殺我蔡振元 我們接下來就會把這些帳都算在侯友宜身上 這第三點 第四點呢 金普聰暗示要黨紀處分鄭麗文 請金主席順便黨紀處分2020 拒絕輔選韓國瑜 跟2021拒絕支持國民黨 十大公投的侯友宜 這講給誰聽 這講給申然支持者 沒錯沒錯 你有本事處理現在表達說 韓國瑜比侯友宜適合的鄭麗文 那你就可以處理 當年連輔選都不願意輔選 連接主委都不願意接主委 連半個活動都要被罰錢的侯友宜 這是講給申然支持者聽 最後一點 別把問題推給不團結 朱立倫提名病奄奄的母雞 這時候應該盡快治好母雞 怎麼會拿小刀砍小雞呢 金普聰跟他的病體一樣 心理狀況真的有病 第五點是講給社會大眾聽 因為一 不管是蔡正宇或球衣 他們的身心感受到的狀況就是 金普聰有病 心理有病把自己當老鼠 真的很硬 可是問題是 鄭麗文也沒在怕的 你小刀砍到鄭麗文嘛對不對 沒在怕的啦 嗆金普聰不用氣急敗壞 因為基本上到今天的發展為止 鄭麗文應該是不會被提名 國民黨的不分區了 沒錯沒錯 Game over 結束了 所以鄭麗文也沒什麼好怕的了 鄭麗文他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先補充接受趙少康的專訪 整整幾十分鐘的專訪裡面 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都提鄭麗文 都在講鄭麗文耶 所以你這是幹嘛 你這是擺明了要殺我忌其嘛 所以鄭麗文當然是反擊啊 他問一個核心問題 國民黨有沒有更強母雞 有嘛 就是韓國瑜嘛 如果坊間現在做民調 現在做把韓國瑜取代侯友宜的民調 我也敢大膽預測啦 韓國瑜現在的民調一定比侯友宜高 對 當然 所以最後一個講啦 鄭麗文以外啊 劉家昌也跳出來罵了嘛 劉家昌一直都不滿意提名侯友宜 這個時候罵更重喔 他說國民黨是黑社會 失智黨主席若處置鄭麗文將亡黨 那劉家昌你總不能開除了吧 劉家昌不是國民黨的從政同志啊 對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現在淪為一言堂 只要任何人批評侯友宜 金捕中就拿到亂砍 甚至可能要開除鄭麗文 這樣子搞下去 國民黨沒有希望 除了 感谢观看